接下来呢我们要颁发的荣誉是年度制作人 有请荣誉颁发嘉宾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 首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年度制作人荣誉获得者 侯洪亮 影视出品人曹华毅 影视出品人赵一芳 大家好 首先请看年度制作人荣誉的提名短片 获得年度制作人荣誉提名的是 白衣葱三体 三天后整个宇宙将为您闪烁 杨小培梦中的那片海 好事成双 成功或失败都是我们成长路上的精彩风景 徐晓鸥问心爱情而已 我会努力成为你的地区 人生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选择路口 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 彭启华 繁花 我和这片土地上大多数的阿宝一样 赤子之心常在 人不想 我什么危险都不怕 我要跟你唱一辈子的戏 获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二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年度制作人荣誉是 三体的白衣葱 繁花 彭启华 有请荣誉获得者 白衣葱制作的三体 还原原著气质 开启了中国科幻剧的新纪元 彭启华制作的繁花 十年模一件 时代质感 当代表达 让岁月故事回响 有请荣誉获得者 发表感言 感谢中央港部电视总台 感谢每一位 其分繁花的观众 感谢所有参与繁花的演员 和工作人员 我们会继续努力 谢谢大家 谢谢总台 非常有趣 因为繁花是 年底的时候在热播的剧 而三体正好是开年的剧 就是我们能一起在一个台上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感谢我们每一位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感谢大家 然后希望我们未来还有机会 能够继续做好后面的作品 宇宙很大 我们有机会的话 要更多的去仰望星空 谢谢 好 恭喜二位 谢谢大家